左眼天堂,右眼地狱 富人住豪宅,穷人住坟地 这是网络上对菲律宾马尼拉贫富差距的描述 原本计划要探访马尼拉的贫民窟 但出于安全考虑放弃了 尽管没去成马尼拉最贫穷的区域 但在老城帕塞找了几家汽车站后 再前往最富的马卡地的行程 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巨大的贫富差距 这是在马尼拉的最后一天 计划在当天晚上搭乘夜八向南前往黎阿什比 这一天开始的行程便是去位于帕塞区的汽车站购票 我现在在马尼拉 然后看一下这里的城市建设有怎么样 这是马尼拉的一个私营车站 就是在马路旁边 马尼拉的城市建设 这算比较好的一角了 这边市中心还要不断地建设 这边的街道还是比较老旧的 商铺都是很简陋 这边的交通也很乱 这是北里边的公交车 就是他的吉普尼 这个高架桥看上去都比较老的 这个小哥是这片客运区域众多的懒客园中的一个 小哥非常卖力 询问我们的目的地后 便带我们前往相应的巴士公司 发车时间我们表示不满后 他又带我们到另一个巴士公司 很努力地尝试让我们购票 因为对这些巴士合法性的质疑 我们拒绝了购票 这个车站就是在路边搭起的一个盆子 就一块空地就成了车站 前面是很多各种货物放在那边 他大把车也要装货 这前面就是个卖票的售票厅 这边也是一个车站 前面就是售票厅 这里就是后车厅 中间也是有售票的 非常杂乱 很多人这边等车 就有一个铁柵栏围起来的 然后出到这边就是公路了 这里又是一个车站 这个药店都需要一个保安 菲律宾马尼拉这边 它是没有那种国营的很多巴士公司都集中在一起的那种车站 它都是那种私营的 就是各自找一块地方就成了各自的车站了 所以非常乱不能集中在一块地方 不是本地人的话找巴士可能会比较麻烦 对面是一个轻轨站 这个地铁站终于有安检机器了 不用人工扳包了 帕塞市是菲律宾组成首都马尼拉的其中一个城市 早在美国殖民时代就已经发展成为城市 我们所到的集中很多巴士公司的这块区域 便是帕塞的地理中心区域 从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基础设施 可以看出这里在几十年前就建设成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菲律宾可是亚洲第二大经济体 马尼拉被称为亚洲的纽约 在那个时代 这块区域可是相当发达 而如今这里似乎还停留在那个时代 这也反映出了菲律宾的经济状况 从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停滞 勾票完成后 便前往马尼拉的最后一个目的地 那就是菲律宾最发达的地方 马卡地 马卡地市跟帕塞相邻 虽然离得很近 但是却跟帕塞有着天仰之别 可能因为前半个月在菲律宾去的地方 现代化建设都非常落后 所以刚到马卡地的我 就好像从第三世界突然穿越到第一世界 很正有种被惊呆的感觉 不有自主的反复感叹 好发达 好发达 我现在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富人区 马卡地这片富人区 富人区真的是挺发达的 来看一下 这个富人区周围很多这种高楼大厦 而且是崭新的这种 这个楼真的挺高的 而且也挺宏伟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商场 在前面还有很多写字楼 这边街道也是很现代化 比较整洁了 这边的马路也是非常整洁 这里的马路跟马尼拉 其他地方的非常不一样 很新 路况非常好 这边是这里的一个公交站 马尼拉其他地方根本没有公交站了 只有这里马卡地富人区才有 然后现在要过对面 是没有办法先走的 只能走这个地下隧道 这个地下隧道里也是很整洁的 然后他这边是有电梯可以上去了 这里马卡地的路口秩序就非常好了 不会像马尼拉其他地方一样 一到路口就是交通非常混乱 非常没秩序 但是这边是非常有秩序的 富人区里面的商场就跟马尼拉其他区域的没什么区别 只是在逛商场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房产中介盯上了 我们的房产中介盯上的房产中介盯上的房产中介盯上了 我们是不是中国人 在他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似乎两眼发光 很投入的向我们销售 宣传册都印上了他的微信二维码 还尝试当场添加好友 别见中国炒房团在当地应该是很活跃的 所以对这里的房产中介来说 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客户 这边的街道更干净 连树叶都没有了 超级干净 这个铺砖的人行道 这块区域现在 是写字楼的聚集区 看来到这边 这边好多写字楼都是连在一起了 感觉还是很发达的 这边富人区的人行道上还是比较少人 现在这条马路的两边 全是写字楼商业区 是这边马尼拉马卡地的BCD商业区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写字楼不是很高 左边这栋是比较高 这是路边的其中一家商店 它是支持中国的手机支付的 感觉马尼拉马卡地这边的富人区还是非常发达的 可能是我刚从马尼拉其他地方过来 所以觉得这边特别发达 这边有那种很高很豪华的住宅区 马卡地是菲律宾最大的CBD区域 至上世纪70年代开始 它就享有亚洲曼哈顿的美称 也是全球摩天大楼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最为著名的阿亚拉大道 则被誉为菲律宾华尔街 根据某网站的调查 马卡地还是东南亚第四安全的城市 作为主持马尼拉的其中一个市 这点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当然如果连治安都不好 这里的商业还怎么发展 走在马尼拉的其他地区的街道上 经常可以看到无家可归的人 有在街边翻垃圾桶的 有在街边睡觉的 甚至含有托家带子 一整个家庭直接在街边生活的 而马卡地这边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愿未来的菲律宾 左眼是天堂 右眼也是天堂 其实马尼拉也没有那么恐怖 出到马尼拉时 因为心理作用而反应过度 作为普通游客 去正常景点观光是没问题的 下集杰克将前往黎牙石比 那里有世界上最美的火山 这边是黎牙石比 对面有一个用中文写着 美股什么大厦 因为要看这个火山 它的真面目 所以我刚才刚起床都没有说 头发乱乱的就跑下来看了 马尼火山是世界上形状最完美的火山 它比富士山的形状还要完美很多 而且它是活火山 有很多自由 在韩国在韩国 我像在你的国家 我的国家 对 对 对 还在发展 你现在要学习中国朋友英语吗 对 7.00 AM 7.00 AM 彩虹喔 好遠處馬融火山在下完雨之後現在太要現身了